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大家好我是广师小凤 又到了喂鸭的时刻了 这个鸭子都饿了都跑上来了 今天太阳好大 三十四五度 晚上还好一点 白天的时候真的是这个太阳啊 受不了不得了 我每次喂鸭的时候 都是晚上六点多的时候过来喂 喂喂的太早了 太阳太大了 这个鸭子呢也不会上来 所以说每次喂的时候啊 我都是等这个太阳啊 快要落山的时候 我才就是过来喂鸭 我姐呢没时间 要上班 然后呢也要照顾她这个羊 她这个羊不是怀孕了吗 这个鸭几乎上了都是我在打理 其实也不是抱怨 毕竟分工合作嘛 之前说好了我姐呢负责跑业务 然后伺候这些鸭有什么问题呢 她负责 平时呢手鸭呢喂鸭呢就是我 还有除非就是说特殊情况的时候呢 就是我姐过来喂 或者我姐夫帮忙喂啊 这个鸭子不能靠的太近了 靠的太近的时候啊会吓到他们的 吓到他们他们就不吃了 看到没有这个鸭子啊吃的津津有味的 吃饱了他们就会自动的就是下水了啊 喝点水结下渴 然后等到七点多的时候就把音乐擦起来 然后给他们听 然后看了没什么问题了 我就可以回去了 再过了两个月啊 这匹鸭子呢又可以出售了 今年养了鸭子呢没有去年养的多 因为今年呢养了鱼 这个鱼糖呢不能放太多的这个鸭子 放的太多的话这个鱼啊会缺氧 所以说今年养的鸭子比较少 我呢也比较轻松一点 但不过我姐说这个鱼呢 今年呢收入也是挺口关的 现在呢正是他们就是发育的时候 要吃的饱吃的好按时吃才行 不然的话长不大的就像我们人一样 很多人问我小凤你在农村创业累不累啊 说不累那是不可能的是不是 但说累嘛只要习惯就好 我觉得一切都是习惯就好啊 我都已经习惯了 之前我呢很讨厌农村生活 但现在我慢慢的喜欢就是这个农村生活了 我觉得挺好的没有太多的烦恼 也没有太多的顾虑 还行吧个人感觉 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是不是 之前呢我也是很讨厌农村生活的 但当你回到农村的时候呆久了 你会慢慢的爱上这个农村生活的 就像我一样我就是其中一个 这个鸭子啊还是比较好打理的 没有这个羊这么难打理 像我姐那个羊啊我看我姐夫 不是在看羊的路上就是在放羊的路上 可累了看到他 我这个鸭子到时间我来喂一下他就OK了 然后喂饱呢我就去做我该做的事情就可以了啊 就是抓回来那半个月难打理一点 半个月过后几乎没有什么大问题了啊 现在这个鸭子啊已经吃饱了 下去喝水下去游泳了啊 所以说这个鸭子啊真的是比羊啊好打理多了 就是这个鸭子没有这个羊呢卖的就是贵 这个羊啊我姐说可以卖到几十块钱一斤 所以说这个羊啊还是非常口观的 但就是辛苦哎呀做什么有什么的好处 虽然说养鸭了就是有养鸭的好处 养羊呢有养羊的好处是不是各有各的好 能赚钱就可以了最终就是能赚到钱就可以啊 其他的都不重要 现在上次喝水的只有一半鸭子 还有一半就是比较贪吃的还在上面吃 他们吃饱了然后就会下去游泳了 不用赶的也不用叫的这是鸭子 就是他听那种人话你知道吗 你叫他来吃东西的时候他就会来吃东西 这个鸭子一天喂两回就可以了 早上的时候七八点的时候喂一回 然后晚上的时候五六点的时候喂一回 喂两回就可以了啊 因为平时在这个鱼塘里面也有吃的啊 所以说不用就是说喂三餐的 喂三餐我姐说亏本的 所以说我就听我姐的不喂这么多了 喂两餐就可以了 但不过小的时候又喂三餐了 小的时候他在发育的时候一定喂三餐 现在呢鸭子呢也喂完了啊 没什么事了 但是走之前啊插个音乐给他就可以了 现在 谁会开这个三轮车了感觉方便多了 之前不会开这个三轮车的说吧 每次都叫我姐把这个料拿到这边来 我来扎料我来喂现在我会开了 哼我想怎么开就怎么开我想咋开就咋开 所以说不用求我姐和我姐夫了啊 这是 不是 我是 我 我们 感谢观看